欢迎订阅台湾 对自己的未来也看不到未来 特别是年轻人看不到未来 那么他留在台湾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讲到这里呢 请教向龙 刚才我们的有一位理事 打电话进来说到了 当初会议上都say yes 为什么最后可以改 而且就是官方主动出来改 那我们当然说 我们不希望强调说 永远我们的劳方式 永远是弱势 因为我们四方 永远有更多的管道 可以上达天厅 那如果是这样结果出来的话 那这次的一个改变 是沉冲他们这个院 这个行政院团队 自己自打嘴巴到这个程度 还是说我也不怕 这些社会观感 反正我现在这么多压力之下 只好这样做下去 我觉得其实在台湾的劳资互动 站在就是说 劳资以及官方三方的互动里面 他已经有一些 有一些惯性的模式出来 那种惯性的模式对我来讲 就我个人认为 那并不是太好的模式 比如说你逼着 就是说逼着官方示威 他就一定 如果他不挺你 他就是挺自方的 不过不挺自方 你挺劳方的 其实从官方的角度来讲 他当然有一些 有一些其他面向的考量 那这个考量不是单纯资方 单纯劳方的 以过去一年的 就是说政府的作为来看 他有一些是偏资方的 但是也有一些是偏劳方的 但是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讲 就是说过去的劳工团体的 抗争的过程当中 当你就是说 木地未遂的时候 经常就冠上一个帽子 说这是资方的代言人 是站在资方的政府 从抗争的角度我没有意见 但是实务上面来讲 这样子处理 它只会使得那种对立感很强 大家变得资出弊较 那我不知道行政部门 他这次他为什么都这样处理 只是我一直认为 就是说这种的调整 就是说短时间之内的 这种的痛苦的 对产业方面来讲 可能会造成的压力 其实是台湾必须要面对的 因为我们产业竞争力的流逝 已经出现非常久了 那他一直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说过去台湾 已经有大概20年左右的时间 台湾开始进入到了 全球的跟你相相竞争的 这些经济体系里面的 一种租税的军备竞赛 这种租税的竞备竞赛 就是当人家在这减税 人家低税率我们就跟着减 那这种的减呢 通常减到的都都不是 一般的中小市民 或者说受精阶级的所得 所以减到的大部分都是 跟大老板有钱人有关的税 资本利得的税 税付也好 或者说说是营业所的税也好 或者是说亿产税 赠予税 这些跟一般的小老百姓 都不会有关系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要创造 一个更好的一个投资环境 以投资环境跟 就是说国际竞争力为名 希望有更多的资本能够进来 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了 这样一个租税的军备界竞赛 这个军备竞赛到今天来来看 我不敢说说输赢 可是军备竞赛的结果 对于资方来讲 他除了他本身 没有相对剥夺感之外 他甚至于就是 开始直接承受到了一些伤害 那政府部门 其实这已经不止是 就是国民党的问题 我一直认为台湾的政党 只有对我来说 只有资本主义统派 跟资本主义独派的政党 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政党 换句话说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表面上面来讲 他在野的时候 他会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讲话 但是其实一旦执政的时候 他的政策思考 很少是站在 站在就是说一般的劳工 或者说这种人民本位的 那对租税沃问题 我们一直没有拿出一个有效的措施 让资方就算他不加薪 但是我一定要磕到你比较多的税 那磕到比较多的税 最少让大家觉得 那个相对剥夺感 同时政府的 政府的就是说 你的财力就稍微强大了一点之后 我才有能力 因为今天我们谈的很多的 弱势的问题 其实你单纯谈薪水是很难谈出道理的 因为他有基本的产业竞争的问题 可是不足的部分来讲 你就只能够用一些社会福利的方式去支撑 但是我也反对用烂情的方式谈 比如说经常看到就是说 这家人很苦啊 有多多多么的苦 比如刚刚主持人谈到的时候 你看有个富人为了小孩子的咳嗽 她到卖场去偷龙脚伞 我不太懂了 今天台湾 台湾有一点比他强的 或者我们的隐性所得当中 有一些是看不到的 我们有全民健保啊 你小孩子生病的时候 不管任何的时候 你只要去看医生 你拿到的药 我相信一定比龙脚伞好 那如果你真的是说 你的家庭贫困的部分 当然是透过社会福利的方式 如何让真的需要帮助的老百姓 他知道后面有一个很简便的社会安全网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没有吃的 我没有喝的 我的孩子活不下去的时候 我知道我拿起电话的时候 我一定会得到帮帮助 这个是重要的 但是光用那种帮老百姓哭穷 个案的方式放大 对社会讨论其实没有帮助 但是说这些老百姓 特别是需要帮助这群人 他们知不知道 到底有这么多的一个管道 可以来使用 每次到这样的悲剧出现之后 大家都会说 不是有很多怎么样的管道 可以打什么电话 可以寻求什么协助 为什么都不去做 是不知还是不敢做 那不晓得 但是案例它是不断天天 都能够在这里出现 给大家看到 那这个问题 我们当然相信说 政府你责无旁贷 要来处理 但是看不到一个处理的 一个方向出来的时候 这又到底应该怎么办 讲到薪水 大家非常的头痛 也非常的不舒服 最近这样的数字 我们不要你看 薪资所得 我们刚不断讲 不只是劳动 整个最低的基本工资而已 整个平均的薪资 我们是准亚洲 四小龙的吊车位 我们来看看 最新的数字告诉你们 在去年一整年的平均薪资 来看到 我们有45,794块钱 749块钱 韩国7万4 新加坡10万3 香港也有6万9 这一叉叉了这么多 为什么在薪资成长 也成长不起来 讲到这 大家很多的观众朋友 会更加的怨 没有错 那么同理呢 刚才讲到了 我的工作 这么样的努力的情况之下 我得不到应有的一个报酬 跟周边国家比起来 我们都相对是低 整个生活品质 似乎是越来越糟糕 但我们就要问到说 我们政府又到底 知不知道问题 到底是在哪里 所以李教授 如果政府知道问题在哪里 为什么不去做 但是现在这个政府 给我们感觉的就是 好像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基本工资出来 就觉得 那再涨下去 我们的企业就不行 于是就挡下来了 像最近还在讨论的 那个健保的补充费用 到底要不要 一弹出来 拿出来两千块的比例 那个利息 大家要骂骂骂 现在要变五千块吗 我不懂 他们如果真的都不知道 还是真的知道 为民意吗 因为民意而调整 那原本的施政要做什么 我先稍微修正一下 这个向农讲的 就是有关 台湾的政党本身的属性问题 我是认为是应该是 所有执政过的政党 或者正在执政的政党 他大概都是在资本家的左右 亲民党也有两个例外 因为我们还没执政 我们还没执政 还没说来诱惑 那我这边说一句说 我们的执政本身 应该要化繁为简 应该要桌大放小 像这个 像这次的这个基本工资 为什么亲民党认为说 我们应该支持 因为它那个时代很有限 我们这样讲好了 以一个全国来处理这件事情 我估计一下 就像刚刚的外劳 再加上我们可能有的一些 本国劳工也是那么最基本工资 我们就算一百万好不好 因为外劳只有四十四万 如果就算有一百万 那么我们一年增加的 企业增加的费用 不超过四十亿新台幣 你反过来 你看我们政府的政策 随便一个老农津贴 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津贴 它一加下去一千块 政府就要花将近七八十亿 所以你就这个比例来而言的话 这个叫做桌大放小 这个实在是一件小事情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说 我们大家今天花了这么多的精力 把焦点放在这里 甚至造成我们的老委会主委要离开 我们造成这个大家对于行政院 也不信任 我觉得这是遗憾的地方 另外你刚刚提到的 为什么会出了这个问题 政府不晓得吗 我昨天在立法院还质询 讲了一个很重的两个字 我觉得我后来讲的 也实在不好意思讲这两个字 我叫做脑死 为什么叫脑死 很多观众朋友是蛮认同的 真的是因为 因为我们的政府 今天我甚至对于经建会跟经济部 就当前的经济问题的施政优先顺序 对于经济问题 我们有三个单位 一个叫做国际经济景气因应小组 一个叫做经建会 一个叫做经济部 结果他们把口号放出来了 有优先顺序 他们忙于排这个优先顺序 可是实际上 我到了执行单位去问他们说 既然上面已经定出优先顺序 那请问你 你们这个优先顺序是根据那个吗 他根本不晓得优先顺序是什么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政府呢 就变成说 对人民交代一些事情 它内部呢 依然应循旧有的机制在那边运作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我叫做脑死 所以这个 运作 没有办法运作 没有办法团结起来 变成一个团队 所以他没有执行力了 所以这个政府很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大家知不知道问题 知道吗 老百姓都知道 那政府难道不晓得吗 晓得啊 可是他就没有办法去运作 所以我说执行力出了大问题 执行力出了大问题 所以斋神 那么多人亲的新生要从哪里管道发射出来 网路上大家糊涂 新生骂来骂去就有用 我讲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我的文章前一阵子刚写一篇 因为有一个在国外工作的年轻人 大概二十几岁 还没有当兵 那他现在在国外做动画产业 那他说他扣掉所有的花费之后 一个月大概可以存三万块 可是他好想要回台湾 他想要贡献己力改变一下台湾的社会 因为是他爸爸妈妈都鼓励他 然后拿家里钱资助他出去游学跟留学 所以他想要回馈台湾 他想要回来 他其实已经下定决心要辞职 然后回台湾可能就申请替代役 然后工作个替代役一年 然后准备要投入台湾工作 他先进来问我说我的意见是什么 其实你知道这个时候是真正台湾的大人为难的时候 你看到有人才跟你讲说他满怀热情想要回到台湾 要有所更献 但我得要说实话 就是我也不想要骗他说 太好了大家一起回来台湾爱国 爱这块土地 我们一定可以改变台湾 但我最后被迫选择是很无奈 那个文章我写了一个礼拜写不完 因为如果你要告诉他实话的话 是叫他赶快逃不要回来 你不想骗他回来 至少不是现在至少不是这个时间点 因为如果他回来 你大概拿到薪水就三万块出头了 那然后你说什么改变台湾 没有 以现在的状况 只有你被台湾改变 不可能是你改变台湾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其实我在引用了春上龙 在多年之前描述日本的一个小说 叫做希望之果的里面的一篇言论 我觉得台湾现在真正最大问题是这个 他说这个国家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但就是没有希望 现在对年轻人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 那我不知道未来要怎么办啊 我不知道你让我调了基本薪资之后 我接下来可以有什么产业 新产业让我投入 有新的未来跟新的机会的时候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谈的 我想管中平可能误以为这是一个经济问题 其实不是经济问题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跟愿景问题 当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未来要怎么办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有很多政治议题 譬如说之前的倒戈 其实年轻人都不关心啊 为什么因为吃不饱嘛 那吃不饱你就没有力气再去关心 其他的事情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现在 这样子的一波低潮 看起来非常不乐观的 以我粗浅的知识来看 至少五到十年以上 而且如果你要改变这个东西 什么短期政策通通都没下来 一个月没可能 一年也不可能 我认为真正的做法反而要去改变教育 如果你能够把教育筛选到合理 让年轻人投入是有合理的产出的时候 大学砍一半嘛 技职教育重建啊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就像李明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提出来 请年轻人不要去读大学 你就去直接从高中毕业或技职学校毕业 进入企业 我还补贴企业 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 越是不景气 你越该要投资教育 而教育是为了未来的一个很好的工程 好 这个部分 我不知道我们政府部门有没有想到 但现在至少我们没有听闻到 有这样子一个愿景式的一个处理 短期来不及 中长期做得到吗 我们待会回来